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动算声不绝于耳 陈时尚选情近来逐渐回稳 但是曾在2020年总统大选精准预测 总统蔡英文得票率的日本学者小丽元欣信 却预测年底的台北市场选战 可能由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胜出 而无党籍的候选人黄珊珊则有几率逆转胜 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那各有她的一个观察 自己的观察来看 像昨天我们在庙口来开讲 那群众非常非常的热情 在未来我当选市长跟中央的合作 一定是会完全无缝接轨 那对市民到 对市民有最好的一个福利跟建设 透过她专业的分析 讲出真实的状况 我们一定是拼搏到最后一刻 谢谢她 我们大家都会努力 三万候选人各自拼搏 至于选前之夜造势地点 各阵营的陆拳角力站还没停 陈时中阵营夺下凯道 讲完被迫只能选择中央党部前当备案 蓝营抢输 党部主委黄宇景茹 却痛批陈时中阵营恶搞 让陈时中无法理解 大家来商量这是一回事 说我们恶搞 我觉得这样讲法就不厚道了 场地租借都有相关的规定 都会遵照 接下来找到最适合的场地 我们从头到尾就是锁定市政府 眼前最重要的就是 北市首场电视辩论会 将在十一月五号登场三阵营严阵一带 因为我们提出的政见的方向都非常的多 相关的我们已经蛮充足的 那至于怎么样来表现 那可能要有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都持续的跟很多外界 有经验的专家来请议 我每一天都在准备 那辩论当然有他的政治的议题 但是市政的部分 我相信我应该比较熟悉 据了解陈时中阎缆操盘 多次大小选战的前文总秘书长林景昌 以及蔡英文昔日受习文胆 那再继续回到这个选战的焦点当中 台北市这一局 其实过去民进党 蔡英文总统有说 阿中部长这一次出战 是民进党二十几年来 觉得最有胜算的一次 所以民进党在台北市 是放了非常多的期待 那我就要请教敏生议员 最近我们有看到的是 一位非常了解台湾政治的日本学者 小立元猩猩 他有这样子的预测 我们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符号的代表 符号代表如果是打猩猩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当选几率非常的高 这是日本学者的预测 那如果是打圈圈就表示说 可能当选可是领先幅度没有很大 那另外如果是打三角形 那这是表示说 这个有可能会逆转胜 那我们就来看到 日本学者他预测台北市的部分 他觉得蒋万安会赢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领先幅度其实是比较小的 领先幅度不大 但是当选的可能性是蛮大的 另外黄珊珊的部分 他觉得他有机会逆转胜 那除此之外呢 今天还有一份最新的网路民调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最新的网路民调 陈时中是28.8% 蒋万安是拿下四成的支持度 黄珊珊20.9% 两份一份民调 跟一份来自日本的政治学家的观察 民生议员这边怎么看 因为目前看起来是不是蒋万安 还在领先的态势吗 其实如果以我的选区 是大安文山区来讲 那当然选民结构 本来就是对国民党比较有利 可是问题是由陈时中 来我选区这几次 比如说站入口也好 或是我们一开始的阿中见面会 然后再来最后的庙口开讲 以及到我自己竞选总部的成立 我们都是拿陈时中来号召 希望选民来参加我们竞选总部成立 做会来到劳 那个场面都非常热烈 何况是他在像刚刚那个新闻画面一样 他在走市场的时候 那个热度 我们都只可以明显感觉是越来越提升 这个我想这样选民的反应 以及这样子的热度 我想这骗不了人 所以这个民调我都觉得无论哪个机构做的民调 不管有什么机构效应 我们都要参考 都一定要去了解说到底这个份民调所产生的意义 是什么 我们在修行 我们在注意 所以尤其这个这个日本的交叉 小力元 小力元 星星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这更更是要跟我们的选民讲 陈时中一开始大家都说三腳都会贏了 这我们三腳都因为第一次陈水扁动转就是因为三腳都嘛 那这个陈时中三腳都一定会贏 那我们就没得及了 我们不一定在选中 我们可能可以选个谁 或者说我们可以不要表态 或者是怎么样 我要跟所有的选民报告 其实陈时中真的需要大家一票一票支持 不要因为最近好像蒋万安在批评 然后黄珊珊在批评 国民党整个在批评 民众党整个在批评 柯文哲整个在批评 好像觉得陈时中真的是天大罪人有问题 我要跟大家报告陈时中 从他一开始要参选到现在 他是最有节奏而且最完整的 今天我们不要被别人讲说 战敌要拴一个好拴林 要比烂苹果 不要这样子 没有人在比烂 要比谁比较好嘛 对不对 所以陈时中在一开始 我刚刚讲了 我们26个议员提名人 就26场阿中见面会 然后28个议员包含平原三园 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阿中每一场都跑 12区的阿中庙口开讲 每一场都非常热烈爆满 而且现在蔡英文又下 下来跟我们陈时中 每一场都要合体 现在才办到一半 然后再向陈时中站入口 再向百工百业后援会 各式各样的后援会 什么机车界 牙医界 医护界 同乡会等等 大家到底来 再加上各式活动的邀请 陈时中真的跑得非常非常的广 非常非常的勤 再加上大家不要忘 陈时中 蒋万安 黄珊珊 陈时中提出已经超过 170项的证件 蒋万安 黄珊珊 你有听到他提出什么证件 让你印象很深刻吗 永远都只有蒋万安 公车座位预约 还有就深蹲之后 换免费搭公车 这个比较有印象 所以就是因为 陈时中太有节奏了 第一个基层也有 然后证件也有 现在又来了空战 12项任务要交付给选民 拜托大家加入阿中的官方账号 因为他每天都要交付给你一个账号 交付你一个任务 像今天就是他电台专访 希望你分享出去 因为他讲他的过去的故事 防疫的辛苦 以及他政见的大方向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因为这么有节奏 那当然他们为了要操作气宝 所以他一定要先找出一个共同的敌人 所以黄珊珊 蒋万安 就共同去打陈时中 可是陈时中呢 我要跟大家报告 陈时中希望大家要看清楚 过去两年多 他这个领导整个防疫工作 你要知道 他有很长的时间 施政满意度还赢过蔡英文 赢过苏贞昌 那是八成以上的 所以是表示全国人民曾经很肯定他 现在因为选举 所以大家一直打他 好像说什么他挡疫苗 好像什么黑箱作业什么东西 说真的挡疫苗 连德国的国会议员都说 台湾没有人挡疫苗 是中国在做梗 在挡疫苗 所以连借个凯道借个场地都说我们恶搞 你明明就借22 23 24 前面让你借三天 对啊 25不要忘凯道 那个22 23 24 25 是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上班日 我们当然只借25号 因为我们不敢影响人家上班 那你说我们恶搞 那这个是公平的机制 大家都坐在电脑里面 动员人在那边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 对啊 你点书人家说我们恶搞 就是各凭本事而已嘛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批评到已经没半步了 正面没有半步了 只剩下就是双戟没半步 只有用门的比较有啦 我们看到阿中部长真的提出了很多政见 那当然其实民调啦 或是日本的学者 当然也都是很好的参考啦 就像民生议员讲 这有可能对民进党来讲 是一份蛮好的提醒 不过呢我们要纵观全国的部分 来请教载阁的看法 在小力源呢 心信的这个学者上面 他觉得台北市 国民党赢的几率大 新北他认为侯友宜几率大 不过基隆的部分 他的这个论点 他觉得谢国良靠机会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也来看看 今天有一份最新的民调 来自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这个支持度呢 是蔡世英35.3% 是小赢了谢国良 大概4%左右 所以这其实 这个当然从日本方面来观察 跟我们这个台湾的民调 来做出来 其实还是有稍微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状况啦 那另外呢 桃园啦 或者是台中 其实小力源 心信他的这个评估都是认为 国民党的机会比较大啦 算算的 做一个统计 如果根据日本学者他的观察 他觉得今年民进党 可能呢 只会赢5个县市 国民党 贏民 会赢15个县市 民众党 拿一个 5党籍 也会拿下一个县市 那如果按照日本学者 这样的观察 那今年是不是大环境 这个民进党算了 这样成绩会不会跟2018年来讲 会不会比2018更惨呢 这个民党支持者看到 可能会有点担心 翟哥 是 孟茜 尤其尤其 黑咯沙瓦拉先生 是日本人 对台湾 研究最亲的 日本的台湾通 他在理空理空 他切了那个总统选机 他切 小英得票是57.7% 是这个得票是57.1% 差0.6% 不准的啦 所以那个 黑咯沙瓦拉先生 他的移植 我们民进党 还是说我们台湾人 要他认真去看待这件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黑咯沙瓦拉先生 他也有说 他这个科学家 他说 他没有亲身 参加 现在他所有管治的 这个田野的调查 所以他是禁锅 台湾的媒体 他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消息箱放出来 中国西部蔡元明的 周刊丸绑出来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前提 我们先要有 我来分析说 他会说的 如果退一万步 黑咯沙瓦拉 他说的这件事 先生 他说的这件事 有先说 第一个要下台的就是朱立伦 因为朱立伦 他有分析到有几个比较特别的 像鸡朗 这个台北市和途方这三个 鸡朗来看这个 谢国良 他家族的问题很大 其实林六昌这八年做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像 黑咯沙瓦先生说的 他在实况部门 他这个部门不说 台北市 台北市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28% 这个民調 陈时中28%接近29% 黄珊珊接近21% 这个要均匀的是什么 要均匀的是 那个蔣万安 因为黄珊 他20%就是已经停在 確定在民众 董在台北市的基礎 不要忘记 他们两个属性是同样的 他们两个都是在 沉默的部分 所以黄珊珊 其实你如果比较 一九九数年 那年的三咖都 黄珊珊就是赵绍康 蔣万安就是黄大洲 所以最后的结论 我们在上星星有说过 结论陈时中要动算 就是四十一趴 至四十三趴动算 所以我们市中 刚才民生有说 所有人都照旅行走 一九九数年 九九半年 来就是民进党在台北市 在四年没執政 来说到新北市 新北市 在我们民进党已经十六年没執政 这个黄珊珊 作悖尼 作悖尼的副指定 作悖尼的指定 作悖尼的指定 台北官的基礎管理 所以新北市升格没有升级 这个部分 其实新北市人心肝都知道 第二个重要是 因为今晚要吃 今晚要吃 新北市政要做 还孝心的孫总统 这新北市人很高兴 再来第三点 新北市是出外人的新高雄 高雄人油清做过的管理 冰冬人索秦庆做过的管理 通人朱立伦做过的市政 现在加级 加级冠冬 欧尤尼做过市政 新北市 移民最大就是 我孫嵌人 孫嵌人 中南不做过新北市的市政 孫嵌人 做一件好吗 这是北平的 描冽 中东市有机会 因为中东市是杀黄 杀是杀死黄 所以盘根错节 就是过去国民党在地方政治 所有典型 所以他有可能贏 他有可能贏 说实在 只有这个部份 所以民进党的徐定甄要真打拼 宜蘭其实还有变局 所以医生来大家分享 专国的这些选记 其实最后就是因为台湾的地方政治 还有停留在过去 围团时代 国民党的围团时代 五金到五金这个贴族 所以日空 22年的地方選 是我们台湾的 走向国座的很大的一个基礎 所以拜托我们所有台湾人 我们为了台湾要走到 政府新的时代 营充新的国座 新的国座政典 我们台湾政典 如果国座政典 我们台湾未来 不用怕做风台 这个台湾政典 真有趣 来自这个日本学者的观点 我们再看一次 根据他的预测 他认为台北市 国民党的奖外 应该会胜选 新北市侯友宜拿下 基隆一样是国民党的谢国良 桃园张善政也是几率迎面比较大 而到了新竹的部分 他认为可能是高宏安的民众党 有可能会拿下 那苗栗就有可能是 地方实力很坚强的 五党籍的中东景 当然日本学者的观察 其实现在距离选战 还有一个月 还有29天的时间 变数都还非常大 可是如果看这一份的 这个小栗元他的分析 其实会不会让民进党的支持者 有危机意识 进而造成绿营这方面 团结力量更大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来请教民喻姐怎么看